庆祝4月4日儿童节 吉安乡长游淑珍 今年是针对乡内的22所公私立幼儿教保机构 共1600多位的小朋友 致赠儿童节的小礼物 并强调儿童是我们的宝贝 希望透过庆祝儿童节的活动 来呼吁大家一起关心幼儿教育 以往庆祝儿童节乡镇施工所 只针对乡立、市立、幼儿园来庆祝 吉安乡长游淑珍 今年特别扩大到湘境内有22所公私立的幼儿教保机构 也亲自前往致赠儿童节礼物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吉安乡活泼快乐成长茁壮 那我们吉安乡公所谢谢代表会的支持 让我们这一次把我们乡镇推展的建设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氛围来挹注到我们的教育里面 希望在我们所有吉安乡的 不管是每一位的孩子生在哪一个学校 都能够接受到吉安乡公所跟代表会 满满的爱与关怀 希望他们在吉安乡能够活泼健康茁壮 未来在吉安乡公所的乡镇推展 我们也希望能够兼顾到我们的整个教育 甚至于社会教育的氛围 我们希望孩子是我们的宝 在少此话的时刻里面 我们希望在吉安乡能够供上孩子的幸福快乐 收到来自乡公所的关怀 国小校长也很感恩 我们很珍惜这次邮箱长特别针对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给我们的儿童姐的这个礼物的发送 那因为公所一般来讲 他跟我们县府的学校单位是比较没有接触的 那现在的小朋友呢 越来越少儿童姐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我们很谢谢邮箱长 因为他对又有这一块的照顾 那这一次特别拨控 等一下来我们这边 给我们小朋友亲自赠送礼物 那所以我们小朋友非常的开心 也很珍惜 希望说可以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人可以去知道一下说 儿童大家教育的这一块的一个重视跟注意 从事幼儿教育多年的游淑珍 面对小小孩特别有一套 他可以和小朋友们互动对话 也可以一起玩游戏 小朋友还亲自绘制了 感谢卡片送给乡长阿姨 谢谢乡长带来惊喜的儿童节礼物 介统会接安箱报道